学会得到 得到师傅这么高的评价 努力获得肯定 三个年轻人在学厨路上 找到自己的理想和重拾信心 而且越做越起劲 对自己将来的厨师工作 也充满了向往 开店的时候都未会太快想的 现在主要是学完这个比赛之后 会找个适合的地方 再继续学 继续学下去 但我们自己真的有经验 有把握的时候才会想起 理想 之前没什么理想 打算读书 但读不到书就打算做厨房 对 理想 现在就打算做一个大厨师 如果可以的话 没多久后传来了好消息 就是吴京泉在比赛中 取得贵军和地区优宜奖 而另外两名选手 苏永康和刘芦初 亦都在比赛中 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厨艺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这班年轻人到冠哥 跨越了近三十年 两代厨师的路 可以说各自各精彩 不少厨师都希望拥有自己的食店 冠哥凭着不怕辛苦的歌声 在当年前已经实现了梦想 先后开了多间的食店 大家是否觉得他很熟面 因为他不时都会接受传媒的访问 我也是 我都九点由星期间 到夜晚十二点几 我早上去买货 即是我的海鲜 蟹 我很讲究 还有那些货我全都自己买的 菜都自己买的 现在最好肯学肯做 不怕辛苦就可以了 最重要不怕辛苦 肯学就成功了 一定成功了 我兴趣 我喜欢 我喜欢不觉得辛苦 我又喜欢做这一行 我试在我家 我几代都是做这一行 澳门有很多美食 食事更多 冠哥这间开了七年的食店 捧着竹星云吞 虾子拌面和水蟹粥 吸引了不少的烹腸客 店铺经常坐无虚子 冠哥从事厨师行业近三十年 十九岁从广州来到澳门 万事起头难 游低做起 跟着师傅学习厨艺 都开自己的店铺 期间经历了不少的挫折 我十九岁来澳门 跟着师傅 很出名的师傅学习 打脸 师傅老 做不得 教我 最初我开张时 我虚择了二十多万 我那八个月左右 最初人又没人知道 加上这边阴阴阴阴阴阴 这边是很静阴阴 都算拖賴 加上这些客人 和全会很重要 冠哥觉得服务和品质 对于客人来说十分之重要 他的两道招牌菜 除了从师傅那里学回来 他自己当年也不断实践和改进 才有令到顾客满意的出品 直到现在 他都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令到厨艺更上一层楼 一路做一路学 我到处去认识别人的东西 他有好 我便将它尝试自己来试 所以你到处去别人试 看别人有什么特色 大家回来自己试一下 能不能凌合一下 能不能凌合一下 那便成功了 冠哥做了近三十年的厨师 从根师傅做学徒开始 他就不怕辛苦 自己一路进取 都有今日的成就 可以说一点都不简单 他和一帮年轻人 两代学厨的路 虽然有点不同 不过无论是已经建立事业的他 又或者在学厨路上面 找到自己理想的他们 再有名都是不怕辛苦 敢于创新 希望他们可以为客人 煮出更多美味的菜式